那么我们在清明这个节灵 我们还要给亡灵布施 布施金纸银纸 布施一箱一包 这给我们的九族 给过去七世父母 七世父母的九族 要使他们保暖 使他们有衣穿 使他们能过上复归的日子 他们是以另外的身 另外的形态 真实存在在时空中的 今天量子科学家 发现了物质的三种属性 物质的一种属性是粒子 物质的第二种属性 叫玻璃二向性 是波动 也就是场性 那么第三属性 在这个场性中 有信息含量 那么我们称之为意识 也就是量子会思维 有意识功能 有思维功能 这就是鬼的念头 我们经常说 这个家伙鬼点子很多 实际上鬼它会念性 鬼会思维功能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人死以后 有灵骨 有骨灰在 那就有物质在 有物质在 它就有个 有物质组合的 阴性场在 这个阴性场 就是它的身体 那阴性场里面 它还有念头 这就是鬼点子 鬼点子 说是当我们的亡者 能够拿到你的金盐 拿到你的供应物 供养物的时候 它在那边过的 就是一个富贵的日子 那它通过量子纠缠 你身上都有祖先的东西 有过去七世父母的东西 那么通过量子纠缠 纠缠到你这儿 它富贵 你就同步富贵了 它贫困 你就同步贫困了 那么并且 我们在生活在这个空间 我们需要祖先 给我们一个 一个suppose 一个支持 一个支撑力 也就是列祖列宗的加持力 忽悠力 它可以忽悠你多子多生 忽悠你大富大贵 因为你这个过世的亲人 是说不清楚的这么多 那么你因为祭祀他们 因为孝道中的 按这个既日以时 你奉行的这个规则 照顾到他们 所以他们在另一种空间 集合力量来帮助你 它可以使你免于瘟疫的清晰 因为它是阴灵 它在另一个空间 它可以结成一个场 或使它的子孙 不被这些瘟神 瘟疫所作践 不被恶鬼所作践 因为它是鬼神 它有力量和鬼塔交道 有神通 鬼都有神祖通 有五眼六通 除了漏镜通的 第六通它没有 五通它都有 它能看见 它能交往 它能沟通 所以是 大家如果是 想这一生过好日子 大富大贵 想自己多子多生 想自己顺顺利利 那你一定要把这根线结上 通过这个祭祀 通过这个在清明节 给他们奉险供养物 把这个祖先 加持你 护持你 这么是一个庞大的一个群体 在保护着你 在推动着你的这个力量 接过来 这个孝道 这个祭祀 是孝道中的一个典型的 一个技术方法 那实际这是 古代 列祖列宗 对我们的爱护 传递给我们这个方法 你只要祭祀 我们就在纠缠 你纠缠 你一个人跟九族 这么多祖先纠缠 那么他给你的力量 那就不是一个人的力量 所以大家要懂得 这是中华文化 根部文化 对我们这个活着的人的 一种最好的一种 support 最好的一种支持力 一种力量 这种无形的力量 这种鬼神的力量 是十分巨大的 何况你的很多九族 也可能成为神仙 这个出了六道轮回 也可能在天界做大官 做天地 做天子 做天神 有在地界做地神的 有在人间做人仙的 人神的 那这个你跟他们纠缠 连通 你这个力量不是更大了吗 所以大家要重视 这是一门高科技 一种技术方法 它不是说 你信子灵 不信子 不灵 你只要真做 它一定灵 好 简直aval 荷马 这边 美 她 对 她